希望在这个前面加一个 就是信号前面加空白 那总数加起来 信号跟空白总数就13 那如果我要撰写这个程式的话 第一个一样要写个回圈 决定它有几列 所以I的话就是它 总共会有13列 所以1到14到13停下来 Enter过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决定输出几个空白 而且空白 你如果用print的话 记得一定要把print后面的换行 一定要拿掉 或者它一直空白 然后Enter空白 那不是一直都往下 不对 那这边就要几个空白 所以这个地方 空白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会是一个字串 然后给它一个空白就可以 后面要输出几个空白 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这边 如果你不会用字串 乘以数量的话 那你要来写这个程式 太复杂了 对不对 OK 如果你用追 也可以写出来 这是非常复杂 你要先输出空白 然后再输出信号 那你可能要三个回圈 才有办法做出来 那如果你用那个字串 乘几个的话 那乘的话 因为我刚刚讲过 它总数一定13个 那它的关系一定跟I有关 所以减掉I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比如说第一次一颗星 那就是13减1 这个刚好是12个空白 有没有 后面的话呢 记得用逗点 把换行一定要取掉 如果你换行存在的话 它会一直一个空白 然后一个Enter 一个空 那不对了 所以这一行是决定 这个部分的空白 所以你会发现它输出的话 它会先 这个输出 它就会先输出 这一堆的空白 总共12个 那跑完之后 再把星号输出 所以星号输出 我们刚刚讲过了 其实很简单 就把刚刚那个print的概念 一样用四串乘以数量 那乘以什么呢 你这边的话 四串乘以I就可以了 那它这个后面的换行 不能拿掉 所以不能再加一个Enter 等于空白的话 全部串在一起 好 程式就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 好 应该可以看懂程式吧 其实没有几行啦 很多东西真的 写对了一下就OK 你写错 你写100次也是不OK 不过这还是要磨练一下 这也不用背啦 理解就OK 所以把它执行开会不OK 执行OK 没问题 那如果要把它反过来放 多的在上面 少的在下面 一样空白 那其实最简单 其实这两行根本不用改 主要是改上面 改上面的话就是13 然后逗点的话就到0嘛 然后逗点 一定这边要加个-1 正向不用加 反向一定要加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而且不是只有 Python这样 VBA也是要 VBA后面要加step 也是减1啦 Java其实也是一样 概念都差不多 一样的概念 把它执行给 后面 所以一样 第一个13 13 减掉13 那意思就是没有空白 对 然后再来就12 13减12 那一个一个空白 OK 所以这样应该OK 实行看看 反向OK 反向OK 有没有 所以其他的话 如果你还要想要再往前 之前有同学动作比较快 他真的就画出一个耶旦书出来 OK 就是再加一个耶旦老公公 太复杂 太困难了 不过这有时候啦 练功是这样 就是你想 以前 我记得我以前最早 就是 刚开始学成就这样 叫我热情 什么热情呢 我想的 我就要把它写出来 如果没有写出来呢 一个晚上可以不睡觉 就是一直在想 我想要写的那个程式 一整夜就在想 想到睡到键盘上面醒来呢 脸上还有键盘的印 当然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你学成就应该没问题啦 不过就是要有兴趣啦 像程式这种东西 没有兴趣 真的很快你就忘记了 OK 所以 要花一点时间 这必要 那再来的话呢 正向反向OK之后的话 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来看 就是说 如果我们 for回圈大概差不多这样啦 如果你学到这边 应该就暂时够用了 如果后面有一些 for的演变 我们再讲 那剩下来的话 就是要讲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把 for写过的东西 假设我要把它改成 file回圈的话 因为其实回圈里面 就两个啦 一个for一个file 如果你这两个 可以掌握的话 那应该够用了 因为写来学出了 没有第三个了 OK 其他语言也是差不多 VBA里面也是for回圈 也是 不过VBA里面 比较 它有file 但是它又有个 叫dofile 那file跟dofile 是基于一模一样的东西 可是却有两个 不过反正都一样啦 反正就是 强调的点不同 file回圈是一个范围 有个range 那坏回圈强调的是逻辑 所以呢 你未来要把 这个for回圈 假设同样的例子 改成坏回圈怎么做 我待会讲 只要注意三个地方 就可以了 那那个三个地方 如果注意的话 以后无论程式里面 你是用for回圈 你一样可以 马上改成坏回圈 如果你是坏回圈 一样可以把它改成 for回圈 都不会有问题 两边可以互相转来转去的 那只是说呢 这样你说 那为什么要两个回圈 因为他们强调的点不同嘛 一个是强调范围 一个是强调逻辑 所以如果你那个回圈是 你不知道范围 那你一定要画回圈 但如果你那个是有范围 那你用for回圈比较OK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要 你要去取舍 而且你要熟练 两个回圈你都要熟练 你就是在取舍 不过呢 一般工作里面遇到最多的 其实for回圈应该 大部分都可以解决掉 剩下来的小部分 就是画回圈 所以感觉上 好像八成以上都用for回圈 尤其是像 处理资料库的东西 因为资料库 一定是有固定的比数 假设你已经知道比数的话 那你又跑一个范围 给他就好了 除非说你不知道比数的话 像处理档案 可能用画回圈表 因为画回圈 资料夹里面 你不知道有几个档案 你不知道有几个档案 那你怎么知道 读到什么时候停下来 那可能用画回圈 会比较恰当 因为画回圈就是读到没有档了 就跳离回圈了 所以你可能要针对 不一样的逻辑需求 然后应用不同的回圈 然后去解决你 重复性的问题 反正这两个回圈就是解决 你要不断去做什么事情 重复做的部分 就交给这两个回圈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那个 就是正向加空白 跟反向加空白 先练习过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看 就是4回圈大概讲到这边 剩下来就是 再来讲画回圈 画回圈跟4回圈之间有什么差别 我们也做个比较 我想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把那个刚刚的这部分做一下 陈生米几行 那么多更 我们下期再见